我们先把为什么做爱多美的理由 我们做好的话呢 在爱多美事业过程当中 再有困难我们都能轻松地愉悦 我是看着很好地了解完爱多美事后 放弃的人都非常心疼 小小的梦想有大大的问题 梦想小的话呢问题太多了 刚才结束经销商禁止一世的我们的家人 如果他的梦想是结束经销商的话 他肯定答不成结束经销商的 结束经销商是我们达到我们的终点的一步 一个过展而已 他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目标が小으면 거절 받는 것도 상처받고 如果是目标小的话呢 被拒绝的时候呢 就是非常的心痛 到我们研讨会的时候呢 又计较时间金钱什么都计较 如果西藏的会员 让你们去支持市场的话 就说不能去不能去 那怎么做呢 我们一定要有个超大的梦想 有超大的梦想的时候 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的伙伴说我的时候呢 我们依然的哈哈哈哈大笑 西藏让我过去 我们也是跑着去到西藏 所以大家一定有个超大的梦想 如果这个超大的梦想都能实现的话 难道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呢 슈퍼드림이 왜 이루어지는지를 분명히 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我开始讲 为什么大家的超大的梦想